昨天晚上春晚的主会场央视一号演播大厅进行了彻夜排练 本台记者首次走进了一号厅实地探营 带您到猴年春晚排练现场去看一看 我来一号演播大厅探访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独特的设备 那么今年的春晚的节目当中呢 共有90%的节目都要用到它 就是升降舞台 这些升降舞台呢一共由135块地屏所组成 每一块地屏都是钢结构外面包裹着LED屏幕 升降舞台年年用年年有不同 今年会有什么神奇的效果就只能等到除夕夜再见分晓了 而舞台效果呈现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便是灯光 据灯光事介绍 目前大家的工作时间都是从每天的八点半到第二天凌晨的三四点 一方面要保证各个节目的排练需要 另一方面要对节目调整后的灯光做新设计 明年是猴年 在春晚现场记者看到 像这样猴的形象十分醒目 而在节目当中又有哪些猴元素呢 我们肯定会把猴的这个信息量给它做成 猴元算我们那边用的是很多很多 今天的18点 央视猴年春晚将进行全要素彩排 一号厅又将迎来一场大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